第三節掌權天下,上節講到停舊,即是棺材放在家裡的來龍去蜜的淵源 其實殯葬牽涉到生死,的確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一套 但是土葬容易,以前,現在不容易 所以有火葬,佛教說的就是伊斯蘭水葬,拉登給人水葬 那個不是,那個是硬是美國人逼他,你以為他想的嗎 伊斯蘭都是土葬的,但是他們的規矩跟印度一樣 就是24小時內要葬,如果可以的 他們都是土葬,但是他們說明是一百步一塊,沒有任何標記這樣葬 伊斯蘭就一定要快葬,不可以拖詞 沒有什麼儀式那些東西 水葬那個就是美國人 不是,某程度上是一個基督教去迫害一個回教所做出來的惡事 就是為了讓你沒有機會成為一個恐怖分子的標記 等於西方人有這套的,連環殺人的屋子 那些什麼屯仰的少女幾十年的屋子 一旦被人發現,第一件事就是拆了一間屋子 那些硬同僻的屋子,那些殺人犯的屋子 亂同僻的屋子全部拆掉 所以他們什麼希特拉,那些標記,那些什麼全部拆掉 這個是西方人某程度上的一種風水厭性 即是他們不給你有機會有一個文件在那裡 就是要連根拔起,就是這樣 所以拉登那個不可以算 但是其他那些都有不同的習慣 你問我,火葬其實就是佛教的說法 佛教就說因為這個臭皮狼,就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因為這樣,甚至你看到西藏 就根據中亞那套的作法 就是天葬,這個天葬就跟拜火教有關 你知不知道拜火教是用天葬的? 拜火教本身那個 不是啊,他們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拜火教的天葬呢 是要找一些蠅來吃掉它 他說將他的身體回歸四大 就不可以污染這個大地 所以拜火教是有一套特別的建築 來做這件事的,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圓形的建築 好像一個蛋糕那樣 那個屋頂呢,就是斜的 少少微斜的 你明白嗎?中間是高,旁邊是低 那麽他這個呢,一個拜火教人死了 就會將這個人的屍體擺在上面 那些鴨鷹就會集結在附近 就吃掉屍體 那麽這個建築呢 最不像是西藏的方式 那麽不要講西藏 我先講拜火教 這個建築呢 在印度有 因為拜火教當年殺山滅亡之後 就去了印度 這個建築就叫做Tower of Silence 正直之塔 後來呢 曾經在二十年前 在印度就出了問題 為什麽呢? 在Tower of Silence附近 你當然知道,有食物 那些鴨就在那裏繁殖 那裏附近就有很多鴨 誰知道那些鴨就染了一隻病 就死了 那他們糟糕了 那那個 沒有人吃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周圍去找 當時有紀錄片記載這件事 我在YouTube上還可以找到的 就是去找有沒有新的鴨品種 終於被他們不知道在那裏找到鴨品種 就把他們引過來這裏 於是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個故事 那拜火教也是第一批跟英國人來到香港的人 因為當時英國人在印度呢 是重用拜火教的 理由是什麽呢? 他們不是印度教 印度教人是大多套 拜火教人是少數 以而制而 所以當年為什麼英國人找一些 石黑人 來當警察 去看著這些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不可以相信 這些是殖民地 一定階級得非常深嚴的 所以當時呢 你想一想 英軍鴉片戰爭打仗 你猜那些英國人會不會去賭屎和洗衣服呢? 那些英軍 當然是不會 所以他來到中國的時候呢 一定帶很多的拜火教人 就是用來幫他做電口 物資補充嘛 煮飯嘛 洗碗嘛 等等的事情 你明白嗎? 所以因為這個關係呢 今天印度的首富裏面 有很多個都是拜火教的 因為這麼多百年積聚的財富 所以他們就是印度裏面很大的 拜火教生存 可以在印度生存島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拜火教的教義裡面是要做報師 是大量的報師 即是捐親不是說一百幾十 是說可能你的人工的一半 或者三分二 你明白我說什麼? 這是他們的教義規要求的 所以他在印度就可以被印度的社會接受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幫我賺了很多錢 不過你還給我們 做很多善事 明白嗎? 中國人就無病在這裡了 賺了很多錢 但是就不給出來嘛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地方排華 這樣的原因 明白嗎? 所以拜火教來到中香港 你為什麼在香港會特別有個拜火教墳場給他? 跑馬地 是啊 為什麼要叫摩地道? 摩地就是拜火教 為什麼叫勒敦治醫院? 就是拜火教的 勒敦治捐出來的 哦 Rutton治這個字怎麼會是英文啊? 嗯 你想一下 又不是印度文 為什麼他捐出來的 就是當年是自廢牢呢? 因為當時香港真的有很多廢牢 因為居住環境不好 那些人吃鴉片 明白嗎? 你可以想像到 那些煙掘到出立全部都是煙 明白我說什麼? 營養又不好 又沒有運動 所以當時的廢牢是死症來的嘛 你不記得那些語片嗎? 一環都廢牢 哇 晴天霹靂了 蠢語的劇作都是 是啊 當時中國人是很多廢牢 因為吃鴉片 魯迅的小說都是說的 對 因為當時中國人有死 因為英國人買鴉片給我們 我們吃了一百多二百年的鴉片 大佬 就算你不吃 你爺爺吃過 你的身體也不好 DNA 所以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到的 整個 所以拜佛教來到香港如何? 你知道摩地還在拜佛教的墳場裡嗎? 是嗎? 他是找一塊石 作成的 挖空的心 逐出來的 所以他什麼都不留在下面 就算是在裡面 現在的墳里可以去裡面看的 就是賣花那間 剛剛公眾棚對面 那六五個墳場 是啊 你看到的寫著一百多年的 為什麼英國人特別 這麼早被拜佛教在這裡呢? 就是因為他當時很多人 你知道另外一個拜佛教墳場在哪裡嗎? 中國 中國 在黃埔 黃埔軍校附近嗎? 黃埔是 我只知道在黃埔 但正確是哪個位置 我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 現在大陸應該是有保護了他的 即是不給發展的那個位置 因為當時英國人在香港 從新加坡來香港第一程 第二程去到黃埔 由黃埔再進去十三行 所以在黃埔的時候 在中間 喂 頭人身慶死了也有人 一定有的 所以他們就在那裡買了個地方 做拜佛教墳場 所以這個是一個殖民地為止 大陸人就有這個好處了 他真的會留下來的 如果香港 一早就賣給了一些地產商 剷掉他了 那些 鬼屍滅跡 明白嗎? 入大陸我覺得唯一一個 最值得我覺得好的就是他尊敬歷史一點 雖然他文革啊 三反五反那時候 拆了很多歷史 這是另一件事 一邊就是一個歷史的罪人 另一邊就是一個歷史的保護人 所以我沒得回答你 這是一個中間兩面的人 所以 你看到 整個 這個天葬的習慣 到了西藏 西藏就簡直是把一個人 在天葬場上分開給那些英食 在天葬場上分開了 這就是由中亞的習慣 道理一樣 那 西藏人 你知道土葬是一個很差的人才是土葬嗎? 他們認為 還有一些 從神龍溪的時候 在懸崖峭壁插個棺材 插棺材那個 應該 按照我的理論 應該是那些所謂的 波利尼西亞人的種族 就是哪些呢? 就是我們古人所說的 百月 元官 是啊 你知不知道今天 還有live的元官在哪裡? 還有人是這樣做的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菲律賓 綿蘭老島的南邊 那些地方還有的 他們是把那個棺材 死了那個人 放上去 一個小小的峭壁 但是沒有那麼高了 沒有現在我們中國那些 就是大概三四層樓那樣 然後呢 那個棺材的外面呢 是放一個公仔 畫一個石雕像 木雕像 等於那個人生前的樣子 就是這樣拜祭的 明白嗎? 這個部分的人呢 就跟這個 印尼的東邊 接著 基內亞附近那些地方 那些人 還是一些原始文化來的 他們是 我認為 是那些 我們 癡游的 狗泥之後 那些人 就是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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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們那些 漢人呢 趕到去那些地方 所以你看到那些地方 跟那些 柏樓啊 關島啊 夏威夷啊 那些人呢 有一脈相承的那種 東西的 譬如他們的屋呢 間間都兩頭兩尾 尖起來好像一隻船一樣 為甚麼呢 還有 因為他們是由坐船來這地方的 所以他們的屋子 就弄得好像 那些 馬來西亞的長屋 其實古代的馬來西亞長屋 都是這樣尖起兩頭兩尾 因為他們坐船的 八月就是坐船的人 因為那時候那些沼澤地方 在江蘇和浙江那些地方 都是沼澤來的 全部都是靠船出入 那邊走路的 走不到的 明白嗎 有船到的地方 就有人到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那一套的文化呢 你所說的元官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們 你知道我們中國 那些 分分鐘有這些公仔 就被人偷了 是啊 對不對 但你知不知道 菲律賓也試過 那些鬼佬 偷了一些廟師 你知不知道 嗯 一樣啊 那麼後來 菲律賓就出了很多的力 就吵他們 終於歸還一兩個回來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那些西方人 那些所謂的文化官 就是那些東西放在我那裡 由我去interpret 嗯 就不是你原裝那些嘛 他們就是偷別人的那些棺材啊 偷回去那些什麼荷蘭啊 不知道什麼 那些廟師人嘛 等於我們那個福建那個 那個法身佛 現在都還在打官司 還沒有回來 嗯 在廟裡偷出來的嘛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故事 陀蘭在打的那個故事 有一個木雕的佛像 是 在荷蘭道 不知道怎麼找回來 那你肯定是偷了 嗯 後來他們用X光照過 原來裡面有個真人的 是個和尚來的 哦 即是那個和尚原植了 化了 化了 即是入了作 入了去 是的 沒有理由是原木 而已 不是的 他終於放了他進去 嗯 後來呢 就福建有一個村 就說他們原本在拜的那個佛 就是這個佛 那現在中國就出 跟他們在打官司在荷蘭 嗯 那些人在財道光棍手的那些荷蘭那些官 怎麼會判給他中國人呢 嗯 你明白嗎 要判就 所以一樣是賊來的嘛 大英博物館很多東西都要還回來 是啊 不止 大英博物館不只是拿中國東西的 對 在埃及世界各地拿很多東西的 對 對 今上就是大賊 所以我經常都說 英國人什麼出身呢 海盜出身 嗯 英國人發達就是 第一 由伊莉莎白一世開始 伊莉莎白一世做什麼呢 就是出錢去贊助他的情人 和那堆英國的海盜 就去打劫西班牙那些 在南美洲偷回來的那些 那些金船 就是做賊阿爸 西班牙就去到南美洲 偷那些土著的那些金 那個是賊 出到海盜呢 就被英國人搶 那些是賊阿爸 英國人是賊阿爸出身的 他們發跡就是因為 偷了這筆錢 打贏西班牙人 才開始 國家壯大的嘛 明白嗎 我經常都說 這些是賊阿爸 所以同樣道理 所以你看到 藏的方法 到我們講 火葬土葬 漢人呢 就跟佛教的圖法 就好像根據釋迦 那樣說 就是列盆 就自己燒了 燒了 那 你知不知道 是甚麼 那些膽石的東西 這些就是西方人的說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那顆佛骨射利 我那時候找到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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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寶恩寺的那個射利 那個射利 大概是 一隻手指的兩折 那麼大 很大 那個是 佛頭蓋骨 嗯 你知不知道有甚麼 我下次 我試試看 找不找到那個 那張照片 你可以Post給學員 為什麼呢 嗯 如果你把那張照片 放大 因為有些人 已經把它放大了 它上面 那個骨上面 嗯 是有一顆一顆 不同顏色的 小豬 鋪滿那個 實蓋骨 嗯 那些就是射利 那如果照 佛教的人說法呢 那些射利是活的 嗯 嗯 嗯 那 問題就在這裡了 如果這些是膽石 嗯 那是不是應該自己存在在這裡 嗯 嗯 對不對 怎麼會在頭骨上面生出來呢 嗯 明明我說甚麼 嗯 嗯 它是在頭骨上面生出來的喔 它不是 它不是 就是 自己獨立一顆這樣在這裡喔 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沒有得用 正常科學來解釋的 那還有 我當時呢 我去到 寶恩寺呢 他們還告訴我 我告訴你 根據 它那個 塔裡面的記載 呢 它那個射寸呢 那顆射利 是長過那顆射射射的 嗯 我給你看 嘩 你把這張照片弄到我 我一會給你 我一會給你 你看到 拳哥看到這張照片 是 是不是好像有一顆 小豬箱在佛骨上 是 他們說這些小豬 經時日 是可以生的 怎麼為之生呢 就是久了又會多一顆 久了又會多一顆 嗯 現在呢 香港呢 有很多人呢 很多佛鵟呢 嗯 是請了些射利 回去做他們入狀呀 做做鎮廟之寶的 嗯 那他們通常呢 就請到哪個呢 就是請 在斯里蘭卡 那個佛骨那裡請的 那那個佛骨那個 那個廟呢 就這些佛骨來到 請 一定給的 那他們怎麼會 他只有一顆而已 嗯 那他怎麼來呢 原來呢 他就說 因為他那顆射利 有很多這些 那顆豬 嗯 你來請呢 我就拿一顆 嗯 沒多久呢 他又會生回來的 那我講那個佛鵟子那顆呢 那這個是佛鵟子那幫人 告訴我 他們不是佛教徒來的 他們純粹是用科學的看法來看這件事 嗯 他說那顆射利呢 本身呢 是比記載長了 即是大了些 好了 他們擠進去現在的收藏的地方 那有一次呢 他們就說 佛鷹 就將它 由地庫的五樓 搬到四樓 給人家尖 給人家看 好了 搞完了 大陸 那 放回去 那又要再驗一次 輕了 比第一次重磅的時候 輕了 那這樣就沒得解釋 完全不合科學邏輯 那些東西 你也明白的 那些東西當然是包在箱裡 動都沒有動過的 沒有人觸碰過的 是不是 怎麼會又長了又輕了 好像會動的 所以你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就是 很神奇的東西 我沒得回答你 好 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最後一節的掌權天下 我們上個兩節 就說了很多殯儀 頭葬 火葬 之類的東西 其實還有很多風俗習慣 對 太多了 但是一般來說 現在基本上 你都是好像什麼 比如說 印度教和回教 那些已經佔了大東 他們一定要馬上撞 印度教就馬上火化 所以呢 你記不記得十幾年前 尼泊爾皇室一夜之間滅門 上一任的尼泊爾皇帝 因為她說 她阻止她的太子 娶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拿著機關槍 進去皇宫裏面 把所有的 她這個皇帝家族裏面 所有的人 包括她老母 即皇后 包括皇帝 包括所有的人 全部殺死了 然後她的太子吞槍自殺 然後她有一個皇宿 只是她的皇宿老婆受了傷 即是說 原本皇帝的一枝 全部滅絕了 於是她的皇宿 她的皇宿 就登圍 但是沒多久 登圍 沒多久 終於整個皇權 被人推翻了 就改了做現在的 所謂的共和政府 這個呢 其中呢 包括了很多 中國 印度 和尼泊爾的政治陰謀類 裡面的 對 為何這麼巧 就是殺死她自己的家族 那些人 下一個皇帝 就只有老婆受了傷 明白我說什麼 以後死了之後 他們就說 根據印度教的習慣 大家要記住 尼泊爾是一個印度教的國家 不是一個佛教國家 所以他容許佛教在那裡存在 所以有很多人去印度 尼泊爾 看到很多佛廟 有佛塔 那些東西 就是兩個教是共存的 好了 因為根據印度教的佛 即是習俗 他們第二天就燒了 那就是任何有什麼 證據 沒有了 明白嗎 所以這個我印象很深刻的 那當時後來呢 就傳出一個陰謀論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呢 其實跟今天我們的 中印鬥爭有關的 嗯 你知道嗎 嗯 因為 這裏我就說一些 關於這個中印的 所謂的 什麼什麼 恩怨情仇 在八九十年代 其實尼泊爾 其實尼泊爾 是親印度的 皇帝 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差不多供應了所有尼泊爾 因為它是一個山國 它只有兩個國家圍著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印度 中國那邊呢 就是一個 雪山來的 只有兩個出口 出來的 就是有兩個山上 有兩個出口 通日尼泊爾的 一個是施拉木 一個是金塘 一個是金塘 什麼鬼我忘了 就是那次上次打架那裡 上次打架 不是今次打架 然後呢 所以 印度 其實是一個很霸權的國家 它是 好東西學不學呢 承襲了英國人那套團統 它對周邊的小國 全部都是採取一個 順我者槍 亦我者亡 的一個做法 在印度獨立之後 第一件事做什麼呢 就是 當時石金是一個獨立王國 於是印度呢 都是石金出茶 大把外匯 很有錢 石金人就不想去摘茶那麼辛苦 請外傭 印度人 二尼泊爾人 就請他進去 然後呢 印度呢 就趁石金國王出訪 就搞政治了 就說我們一起全民選舉 歸附印度 石金皇帝就翻不出來 這個故事呢 其實就是當年 美國拿夏威夷一樣 美國請了夏威夷女王 去了美國之後呢 就搞這件事了 夏威夷女王趕回去的時候 中途是要經過美國的 從東岸到西岸 從東岸到西岸 再搭船 中途就找東西卡住你 阻礙你不能回去 所以結果就通公投 於是夏威夷就變成了第49個州 印度一樣道理 所以就找一些印度人 和尼泊爾人 就答應他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東西給他 於是 選舉呢 工人多過老闆 所以 石金就變成了被印度吞食了 印度同樣對北丹是師同一樣的東西 因為北丹是分兩個部分的 北邊是山區 就是北丹的國王主要住 南邊近印度邊境是比較平坦的 北丹也是一個絕對佛教的國家 又很有錢 為什麼呢 北丹國王在キャンプリッジ讀書 幾任國王都 很有知識 他的皇后也是同學 是啊 北丹國王都很英俊 然後呢 他們怎麼做呢 因為利用喜馬拉雅山 做發電 起堤壩發電 北丹這麼小的國家 他的電不單止自己夠用之外 還可以大量賣給印度 找外匯 那印度人怎麼做呢 就處心積累了 就說因為他們東北邊 印度很亂 因為那裏呢 還有那個叫做納格蘭的地方 就要宣佈獨立 納格蘭呢 就是 和緬甸 格倫那些地方 所謂的 羅興亞人那些麻煩地方的邊緣 那些人呢 其實那些人 那些人 其實那些人 其實是 緬甸人多於 印度人 的樣子 從來的人 那裏是 本來的 那裏還是聶頭族 所以 那裏是甚麼呢 那裏大亂 那裏有很多難民 游擊隊 都趕近北丹 而他又想尼一套 人多 你人少 我又舉贏你 那個做法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結果前一任的不丹國昂就發兵 九幾年的時候 就趕走這班遊擊隊 他們是佛教國家 佛教國家不打仗嗎?不殺人嗎? 這個不丹國昂就很過癮了 既然這樣 我聚業心中 我退位給我兒子 就是現在的國王 打完這場仗他就退位了 要贖罪了 你明白嗎? 這個佛教國家的國王 很有趣吧? 被視為最快樂的國家 是的 但他也要解決這個毛病 所以印度從來都對這些地方 就是順我者槍 好 印尼博爾 當時這個舊國王 就開始覺得應中國崛起 開始跟中國有很多來往 你知道尼博爾是沒有中國車的嗎? 沒有中國單車的嗎? 沒有中國電單車的嗎? 中國的電單車全銷世界 尼博爾的電單車是印度做的 那些車是印度的 外國車是日本的 為什麼日本人 因為我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基金 我給你多少錢 就是你買了我的車 明白嗎? 全世界的資助人都是這樣資助的 不是給別人錢 所以這個舊國王 傳說就是他開始親中 所以印度人 這個陰謀論當然沒有證沒有據 他就抬了他的弟弟出來 滅了他的族 於是他殺人王子的叔叔做了皇帝 但是當時在尼博爾境內 有一群叫做巫派遊擊隊 那時候是內戰 巫派遊擊隊就是信奉毛澤東 即是說是農村包圍城市 以及我們比較共產的 其實不是共產 為什麼呢? 因為尼博爾還是很種姓的 大地主霸了地 農民民民不聊生 所以那些就叫做巫派 最後就是輸了 國王退位 搞了民主憲政 那些巫派進去 變成其中一部分 和原有的地主 組成一個社會 現在一直在搞政治 中間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大概十年前 開始 他們有一個親中的政權 他們都在上台 印度就很不開心 還有一些不知道 印度是什麼小事 印度你知道做什麼嗎? 我停電 我封鎖你停電 明白嗎? 大陸就在幫印度 當尼博爾就在水壩裡 開始發電 因為這樣 停電 停石油供應 所以現在尼博爾 就怎樣呢? 印度人 現在中國人說 我就在西藏 由施拉木那裏 起一條高速公路 通去加德滿都 由加德滿都 再起一條高速公路 通去印度 等尼博爾的交通運輸 通了 他的物資 就可以到處運 經濟才可以起 現在尼博爾 還有一個很貧富的國家 但是這幾年 我看過 因為大陸幫他開了幾條路 他就開始好 但是印度人 就不是味道了 你明白嗎? 現在尼博爾都不太聽勢 以前就說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 上次 上次在不單尼博爾 和印度交界 那裏斯里那家附近的山頭 打架 印度就說 這些是不單的土地 沒有這個 沒有主權 我們幫不單出頭 幫你中國打 怎知不單說 我們沒有這個主權的爭議 尼博爾呢 就說 我們中立 兩邊都不聽勢 你明白嗎? 所以印度人就 即遠成恨 這時候繼續搞事 加上他現在疫情 不行了 所以他就要借這個 又用西方那套東西了 自己家裡不行 就是他搞外面人 搞出那個大頭髮 就讓大家 大家團結 一起去反中 現在就這樣了 整個事 整個事都是 所以這件事 這個麻煩 一定會不絕 所以 你看這些好像黑幫遊戲一樣 當他們在那裡打的時候 無端端把巴基斯坦射炮給印度 你知道嗎? 有看新聞嗎? 巴基斯坦 你知道大陸的網民叫巴基斯坦做什麼? 你聽過嗎? 巴基斯坦是我們的鐵火兄弟 你聽過嗎? 關係是好的 巴基斯坦是我們的鐵火兄弟 我感受很深 我去新疆 我忘記了幾多年前去 好像是七八年前左右 去新疆 那裡是三千多米高 那裡已經有少少 我知要過那個山脈 是的 他們有一個 少少是共管的地帶 巴基斯坦的軍官和軍人 隨隨便便行 解放官也隨隨便便行 我們這些 那裡不是高區德的 他們是攬頭攬頸 我沒有去過印度邊境 看新聞就知道 是完全兩種態度 我們那時候在印度 在斯里拉加 要上去大吉嶺 就被那些帖子攔著 嚴師那麼嚴 說了大輪 說了半個小時才准車上去 因為我們的樣子是中國人 對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對 對 所以就是巴濟印 對 所以大陸的網民叫巴基斯坦 叫巴鐵 就是這樣 鐵火兄弟 所以這個世界 總之這件事 我覺得是中國有排離 所以如果根據我們的 什麼 忘記經世呢 要到二三年 看到這些 連續劇 會繼續上演到二三年 我唯一希望的就是 搞什麼都好 因為香港人就好死 怎麼說 關門的 和我沒有關係 就沒有理會 我剛才說的 尼博爾的故事 這些東西 其實多多少少 和今天的事 和十年前的事 大家的恩怨情仇 在當地就會很重要 但是在這裏 香港沒有什麼人認識的 明白我講什麼 所以 你想不到這些事 都會影響到你 等於你今天 你沒有想過 你在米蘭 正在乘地鐵 會被人罵 對不對 以前一見到中國人 是拜金 那又不是 我又覺得不是 我覺得市民和 和商人不同的看法 是啊 是 完全不同的 商人就依照四萬 但是你如果在街邊 看到的普通人 沒事的 如果你去到德國更壞 你有沒有留意過 80年我去北國 我已經覺得 那些人覺得你們 低等民族 他沒事 他不會罵你 但是你看到他的嘴面 明明我說什麼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到 德國 沒有 因為 我後期才去德國 而且 你去那些有人安排 那是不同的 我自己 我會說是香港人 哈哈 不同些 是不是 真的 去歐洲 你說香港人 是好些 那個現場 就是因為 他們真的不喜歡中國遊客 對 因為 擾亂了他們的生活 這個 我就跟那些人說 我們香港已經在沈爭中了 嗯 那同身實 對 但這件事情 沒得說 是暴發湖 你可以想一下 不是 不是 大家的文化差異 不是 不是 他們認為是不尊重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因為你可以想到一件事 我很簡單 我經常說 這個人三十年前 賺三十六元 今天他有三十六億 你以為他人 一樣 他又沒有讀過大學 又沒有讀過中學 品性不同了 什麼叫做財大氣粗 那就是 那就是 就算他不財大氣粗 他見到一個孫女 要去柯寮 就在商場裡柯 跟他在農村的街邊柯有什麼分別 你明不明白 我正在說什麼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我覺得 這是大家要接受的一個現實 你喜歡不喜歡好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們始終是中國人 自己人 那我就覺得 我會體諒他們這種麻煩 但要慢慢 跟這個 很簡單 提升那個 國民的質素 很簡單 很簡單 你現在去鮮沙咀 那些shopping mall裡面 你看到那些年輕人 有沒有誰是這樣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那些人 每個人都讀過 分分鐘 不中學都大學 你明不明白 有教育 有教養 有教養 自小到大 現在只不過是 我們這一代 那些老粗 還有上一代那些 沒得說 還有很多是農民出來 農民出來見世面 明不明白 差很遠的 沒有得說的 你要求人家 你要求農民 有table manner 你教都沒教過 怎麼會有table manner 沒有得說 我覺得是這個文化 你可以說文化差異的 我覺得是一個過程 我們以前 那些中國人 看到人 鞠躬 那些鬼佬 又可以說 喂 鞠躬屈 什麼 這些又不適合我們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你明不明白 我說什麼 跪跪皇帝 跪跪中國人 更加不應該 大英帝國 宗教上也不可以 有些 這個宗教是因為他們 硬要做出來的 我們古人 這是一種尊敬的禮儀 那為什麼中國禮儀 就不對 英國禮儀是對的 這個沒得說的 這個文化差異 你要把你那套東西 要放在別人那裡 但是當然 我同意的 當你一個中國人 走到別人那裡 你不跟別人那套 你就真的不對 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 天南地北 天南地北 但是都圍繞著一些文化 習俗 因為殯葬也是一種習俗 也有自己的特色 因應不同的地域 有不同的做法 因應不同的地域 都因應那個 不單是民族性 地域上的 還有一個問題還沒回答你 火葬和土葬有什麼分別 其實很簡單 這個就是我自己看的一個現象 土葬呢 葬了之後 你的父母 兄弟 姊妹 和親戚的關係 會比較近 火葬了之後 你兄弟 姊妹 親戚的關係 會疏離一點 明白我說什麼 你想想現在大陸那些 很多都是土葬的人 他們的種族的關係很重要 對嗎 我們現在香港 火葬的人多 你和那個表哥的關係 你和那個表嫂的關係 你和那個姨媽的關係 是不是疏離很多 聽不懂得分別 這就是火葬和土葬 如果在佛教的角度來說 四大街空 這些人類關係有什麼所謂 所以他們就可以火葬了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啊 我仍然覺得我們 家族 性物 那些很重要 那些人類關係好 那些就是土葬 我覺得這個就是 那個